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我一起成长 一起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很大的体现 感到非常荣幸 在2021年 我们int1拍摄了纪录片int1里 然后在旅途中感受到了很多中华文化 在这广袤的国土上 特别蓬勃的生命力 我觉得也给我们的音乐住了更多的灵魂 让我对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有了更强烈的渴望和使命感 现在的国人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大了 像很多的综艺节目影视作品 其实都朝着我们的国风靠拢了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 而且我非常喜欢看到很多人穿着汉服 去逛街 去参加国风节目 表演国风歌曲 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穿着汉服 上节目给大家表演 曾经的理想就是小时候呢 想当一名舞蹈老师 然后呢因为上课的时候看到我的老师 他特别的帅气 觉得长大之后要像他一样 后来在上中学的时候 其实有实现过一段时间 然后当时就觉得老师不是那么好当的 小时候的理想呢 可能就是当时脑子一热 体验到了老师要付出的这种辛苦之后 其实更感恩老师当时教导我的这种 用心良苦的精神 现在的理想我觉得是站上更大 更远的舞台上 然后呢推广自己做学习的传统文化 让更多传统文化和现在的现代文化 相融合 碰撞出更多的优秀的作品 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 我一直所坚持的就是让中国文化 被更多人看到 因为我有两个标准 一个是国风 另一个是正能量 这是我一生都要去坚持的事情 有很多人可能觉得工作很累 很辛苦嘛 想放假 但是我是一个不太想放假的人 一闲下来我觉得 我就会心慌 因为我不想让时间白白浪费掉 总想去做点什么事情 而且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工作的人 我希望关注我的人 也可以非常热爱工作 理想在我的理解中 就是对生活的希望和寄托 是支撑着我不断奋斗 努力向前的力量 理想对于人生而言 是遇到困难不害怕 不退缩的勇气 是取得成功不骄傲 不浮躁的定理 也是饥饿时的精神源泉 奔跑路上的冲刺带 实现理想没有捷径 就像我从小学习舞蹈 没有一天敢懈怠 在我看来 付出努力是需要日复一日的 要用一辈子来计算 希望我可以大胆追逐 放眼更广阔的天空 找寻更加强大的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